那像4回圈的一些部分 這邊有一些簡單的範例 各位也可以自己去練習一下 比如說這邊有個sample 他會問這個幾個問題 比如像那個4 然後這個這個事實裡面 總共跑了幾次回圈 其實關鍵應該是在哪裡呢 這應該關鍵在那個 就是第一個你的初值 你的初值對不對 初值是從1開始 然後他的條件是 到等於100 因為他沒有個等於 所以1到100 總共執行幾次呢 100次嘛 OK 那如果這邊改為0的話呢 101 因為他加加嘛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i等於 j等於1 然後呢 這應該幾次 99次嘛 這沒問題 那這執行幾次 關鍵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 間隔2嘛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50次對不對 13579到99 應該有概念 所以 如果等一下我們要印出那個 激數的話很簡單嘛 激數部分就是 初值是1嘛 然後中間間隔2 那就13579到99了 那如果你要偶數的話 j等於是吧 如果2開始了 2嘛對不對 那你就把1改2就好了 就2680了 因為它間隔啊 間隔2嘛對不對 所以這地方你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這三者去做變化 初值跟你自己的步進 步進多少 你也可以就這個地方去做 做一個動態的調整 OK 所以基數部分的話 1然後後面是加等於 偶數的話就是2 也是加等於2就可以了 OK 那這邊的話 總共執行幾次呢 乘喔 乘等於喔 所以每2就是 2的倍數 等於是2的 應該是平方了 平方的 因為一直乘乘乘 128嘛 如果是128的話 是2的幾次方 7次到 所以會執行到128跳離 所以應該幾次呢 7次 總共7次嘛 2 4 8 16 64 32 64 128 所以總共7次 OK 大概是這樣的觀念啦 所以各位要對這個要很熟悉 如果你對這個觀念不熟悉的話 你的回圈應該都會跑得很不順利 很多人我發現喔 寫程式 最卡最多的就是回圈部分 而且很多人喔 其實每一期的學圈都差不多 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們的時數其實基本上不像學校 這麼長時間的養成 因為在很短的時間把所有東西 通通都學會 基本上不太容易啦 但是你們要在短時間裡面 好嗎 爺 是